我是黃敏儀,今年13歲,Gaming小學部升初一 我在香港國際奧運會機械人比賽獲得北韓的第一名 以及當跳機械人的第一名 第一年參加,然後獲得獎,其實都很開心 兩個獎,其實兩個比賽都有不同的感受 其實那個幫跳機械人一開始比賽的成績就覺得好像差了 但大會提供的手搖,我們是很難搞的 本身我們地區賽的手搖都是很容易搞的 但大會提供的手搖就搞得很吃力 很吃力 當時都是搞大力 越大力,就是要慢慢開始搞 然後一放大就這樣轉 然後順著轉的話就不會那麼吃力 比賽的時候都會看到其他隊伍的機械人都可以作為參考 然後看到泰國隊的中學那邊就很厲害 想多謝我們的老師,教我們機械人的老師 然後他教了我們很多東西 我本身是甚麼都不知道的 機械人用螺絲的東西 然後學了機械人之後又學到那些怎樣用 我叫林彥明 我是來自澳門自由中學的機械人小組 我叫做切磋 因為有時候場地的問題 其實是跟你預期的不同 就是好像 這個多足段扒那樣 那他那個流級呢 就跟我預期的擺位有些不同 因為如果 因為我本來設定機械人 就預期了少少懷疑給他的 但是那個場地就 連這少少懷疑都好像 就是 就不夠 預期了這少少懷疑就不夠擺 機械人了 那之後呢 就 幸好他有兩次的試試考機會 那我就在 第二次 那裡呢 在第二次到 就 收回我的懷疑 就 就 順利 可以 好彩地在這裏 拿了那個 冠軍 我覺得 可以 整隊人這樣 去代表澳門去參加比賽 是挺光榮的 因為 畢竟 澳門區 不是只有我們參加比賽 但是 但是 是我們 叫做 好彩啦 才可以 拿到第一名 就是代表澳門去參加比賽 所以 其實 參加比賽的 我想 就是 那個隊伍裡面 都是 澳門的 可以叫做 精英的人 才可以參加比賽 還有 今次可以在這個比賽 都叫做 認識到 一些 不同的 朋友 就算 他在不同的學校 之前 完全不認識 也好 都 可以 認識他們 跟我們聊天 下次見